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的半导体业务在大流行期间蓬勃发展,因为更多的人在家工作,对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飙升。 此后,晶片过剩和全球经济放缓,对台积电的收入产生了压力。该公司表示,预计今年收入将下降10%,苹果是台积电迄今为止最大的客户。 2022年苹果的业务,占台积电近720亿美元总收入中的23%,其他台积电客户的销售额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 而且,台积电对苹果的依赖并没有降低它对苹果的溢价能力。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的分析师的说法,苹果向台积电购买iPhone 14 Pro的晶片的价格约为90美元,而上一代晶片的价格为75美元。 这些增加的成本解释了,为什么苹果去年决定不升级iPhone 14和iPhone 14 Plus的核心处理器晶片,而只有在更高阶的Pro型号上才采用的新的处理器晶片。 分析师此前预计,苹果将在今年的产品线上也继续贯彻这个惯例,以更好的推进iPhone不同型号之间的差异化,从而让用户选择更昂贵的型号。 尤其是,今年iPhone 15 Pro的价格将比较上一代的同型号上涨100美元,这将是iPhone 6年来的首次价格上涨。 究其原因,是苹果终于在9月上旬,正式推出了其搭载的3nm工艺的A17 Pro晶片。 A17 Pro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3nm耐米制程大规模量产的晶片。 3nm制程给A17 Pro带来的效能提升,苹果这次做了很出乎意料,但有情理之中分配。 效能大核提升拉胯,只比A16提升了10%,但是GPU和神经引擎的效能和上代相比,分别提升了20%和100%。 在效能上,苹果的晶片依然保持着对于高通的全方位领先优势。 而苹果晶片的效能和销量的领先优势,还体现在了苹果在供应链中的话语权上。 最近甚至有消息称,为了能为苹果生产最新的M3和A17 Pro晶片,晶片代工厂台积电要向苹果补贴数十亿美元。 这是为何呢? 时间先回到苹果在9月上市的新一代iPhone和Mac都将搭载迄今为止最强大的晶片,对竞争对手形成碾压之势。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台积电使用了新的三奈米工艺,为苹果生产更小、更快、更省电的晶片。 而其他公司要用上这个工艺的晶片,还需要等一年的时间。 而且,台积电为苹果做的还远远不止于此。 根据两家公司之间的特别协议,台积电还会自己承担因新工艺缺陷引发的附加成本。 据三位知情人士称,这个协议将为苹果公司在iPhone、iPad和Mac晶片采购上节省数十亿美元。 苹果与台积电之间这种紧密的工程关系,始于2014年,苹果首次让台积电为它代工iPhone6晶片。 据知情人士透露,台积电与苹果就缺陷晶片达成的特殊协议,应该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由于在生产过程中,每个晶圆都会包含数百个晶片,其中大部分是好的,一些是有缺陷的。 而这两者之间的比值就是良品率。 虽然台积电在业内享有剩余的原因就是能制造出良品率高达99%的晶圆, 但是每当升级到新的制造工艺时,初始良品率都会相对较低。 据知情人士称,就今年推出的三奈米工艺节点而言, 晶圆上的晶片良品率一直在70%至80%之间徘徊。 对于台积电的客户来说,这个数字是难以接受的, 因为客户需要为整个晶圆买单,包括其中有缺陷的晶片。 但是针对苹果,台积电只会收取良品晶片的费用, 也就是业内所称的已知合格晶片。 当然,对于台积电来说,这肯定不可能是赔本的生意。 毕竟,有苹果这样的金主,愿意成为台积电新制造工艺的第一个客户, 能分担台积电先进制程节点的研发费用和专用工厂的建设费用。 而且,苹果的大规模订单,根据预测今年将出货8500万部iPhone 15系列产品, 意味着台积电可以更快地了解如何扩大新节点的规模, 从而进行大规模生产。 只要台积电解决了生产问题,提高了3nm节点的良品率, 其他客户就会更愿意采用这种工艺制造晶片。 截而言之,有了苹果这样财大气粗, 而且需求旺盛的合作伙伴,台积电才能在更短的时间放开手脚研发新的制造工艺。 而当新的制造工艺良品率提升到位后, 台积电可以向后来这些客户收取更高的价格, 赚取更高的利润, 包括要求他们为有缺陷的晶片和好的晶片一起买单。 多年来,和台积电的这种协议, 除了帮助苹果保持设备计算能力的领先地位外, 还维护了公司的产品利润率。 毕竟,全行业只有苹果可以只为良品晶片买单。 今年的台积电的三奈米节点将晶片电晶体的尺寸进一步缩小, 能够在固定的面积上容纳使更多的电晶体。 台积电一般每两年推出一个新的工艺节点, 使得苹果每隔一年就可以让iPhone效能有一次大升级。 但由于台积电已经渐渐接近了单晶片上可以容纳电晶体的物理极限, 三奈米节点的开发历时三年, 比之前的升级花了更长的时间。 据业内人士透露, 因为这个原因, 苹果去年在晶片上就只能稍微挤一挤牙膏, 而今年在即将推出的iPhone 15 Pro型号上使用三奈米技术, 会在效能上带来巨大的提升。 可以说,台积电借助苹果巨量的订单和高级晶片研发能力的激励, 让自己能快速迭代技术和工艺, 从而在晶片制造行业中遥遥领先。 而凭借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和自己晶片设计的核心能力, 苹果能让自己的产品效能不断超越甚至碾压竞争对手, 从而获取巨量的利润。 他们双方都从这种合作共生的关系中不断巩固自己行业领先者的地位。 而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基指出, 近期传苹果与台积电达成协议, 吸收缺陷晶片, 这与他的理解不同。 客观上, 虽然他认为苹果和台积电的协议并不是单方面的不平等协议, 但是却也客观上证实了, 苹果确实不需要为台积电生产300米制程的不良晶片买单。 而苹果的300米晶片, 除了已经推出的A17 Pro之外, 还有即将推出的桌面级处理器M3。 根据第三方Mac应用开发商的测试日志, 新款M3 Max晶片包括16个CPU核心和40个GPU核心。 中央处理单元包含12个高效能内核, 用于处理视频编辑等要求较高的任务。 另外4个效率内核, 用于处理浏览网页等要求不高的应用程序。 在测试中的MacBook Pro还配备了48G记忆体。 该处理器是型号代号J514的高阶MacBook Pro笔记本电脑的核心, 预计将在明年推出。 与当前笔记本M2系列的顶配晶片相比, M3 Max多了4个高效能CPU核心和2个额外的GPU核心。 面对两个季度的收入下降, 苹果机器网与M3 Max带来的效能提升来吸引用户进行消费升级。 那么明年台积电的三奈米晶片将迎来更为恐怖的营收数据。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